大家好,我是芷琪 然後,因為我是電腦,今天怪怪的 所以就看簡報,我之前講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中生樂節 中生樂節是在台灣有一群年輕人舉辦 然後228的紀念活動 那這一屆是共生第五屆 也就是28時間的親中流 那這次大家想要做一個網頁計劃 然後我就被找去幫忙 因為其實我本來有拜託在裡面 然後呢 這是共生 然後為什麼我要來這邊提案呢 就是現在這個網頁這個資訊組裡面 是很臨時成立的 然後目前這個資訊組現在只有四個人 然後現在目前就有 就我有這個網頁開發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趕在醫院 要洋網A做出來的話呢 這個可能會不太 不太妙 然後目前 然後目前我們已經有人有 裡面有厲害的設計師 但是我們現在缺這個前端工程師 到處再去選完 然後 目前的規劃是 目前還沒有開始寫 我們上禮拜才剛好會 這禮拜才剛好會 那目前的規劃是 後端應該是用捲購 因為 對 因為考慮到另外 就是其他人還沒有 還沒有 接觸過其他的 他沒有其他的開發經驗 所以 所以是我去選了這個 捲口 自己就有經驗這樣 然後 如果對這個工程 建設架設網站有興趣的人 可以來 希望大家可以來多多幫忙 然後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是 今天可能很需要找人討論 是這個網頁的定位 是因為 呃 大家知道 現在共生 現在共生的主要宣傳 幾乎都是被阻 還有實體宣傳 那 有 我認為是 有網頁可以擴大他的 就是 擴大他的 呃 處理局 那 呃 可是 可是有可能還需要考量說 因為現在共生現在 他們很多的 很多的文章啊 然後很多的會產 但是 但是目前都貼在被阻上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所以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我們之前討論到 有一個可能性是 他可以放很多的 呃 呃 呃 放很多的這個 相關的文章 在這個網站上 所以他就不會是單純的一個 只有音樂界的資訊網頁 這就有寫到共生文學 那 所以可能要 就是可能需要找人討論一下架構啊 還有這個網站要怎麼設計 就好 那 大概就是這樣 zeich 謝謝 谢谢大家